朋友们好,今天是2022年10月25号,星期二,现在是美东时间,下到5点37分,美股已经收盘,我们很快做一下收盘仅美股。 那么今天关键提示,美股周二,也就是今天收高,那么科技股领长,华尔街银行家发出警告,看到了更黑暗的经济前景和地缘政治风险。 这个实际上是在今天,也就是第六届未来投资倡议大会,那么在沙特的首都,那么利亚的开幕,那么在这个会议上,一些华尔街顶级的银行家发出来一连串的警告。 那么他们认为就是说,随着地缘政治风险的不但升级,那么经济前景愈发暗淡,美国和欧洲同时出现shite的可能性,那么越来越大。 所以现在就是说,这些经济前景不是太好,所以大家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仓位。 那么我做这个视频之前,我在这个FeedWatch上截图的,大家可以看一下,这个就是在11月2号, 就是说,市场认为,加75个基点的概率,大是93.7%,那么加50个基点的概率,大是6.3%。 大家可以看一下底下的,基本上,从就一个月之前,大家加75个基点的概率是72.9%, 后面的基本上都是超过90%了。我们说一般,如果这个FeedWatch上给去的概率超过70%,那么一般Feed最后都会发落这个FeedWatch上这个概率。 所以目前实际上,11月2号加75个基点应该是板上钉钉的,应该是确认的。 我们看一下,这个是我截图的一个财报,今天盘后实际上是微远,那个Google,Visa,还有那个德州仪器, 今天都是出财报盘后,实际上我等会儿要给大家很快播一下,取了这个Visa,目前是小幅上涨,其他的目前盘后都是大跌的。 另外明天盘前这个波音也是出财报,我们等会儿也要看一下。 那么同时,我这个地方要给大家说明,就是说,这里有个图,我在网上找到了,就是说,实际上就是说,这个是表示美国中期选举,估计民主党将拾取众议院,那么其中选举,仍然是可期的。 大家可以看左边这个,左边这个,这个2代表是共和党,D代表是民主党。 目前这个概率非常清楚,大家可以看一下,目前几率最高的,就是说,共和党控制这个众议院,那么参议院还是民主党控制,这个几率目前是48%,也就是这个地方的整线。 实际上,这个对股市目前是最有利的,为什么呢? 因为不管是这个民主党,或者是共和党,尤其民主党,如果完全控制两院的话,那么民主党是比较偏左的。 大的一些政策,属于那种大政府,偏左的一些比较极端的政策,对股市实际上不是太好,大家可以看下历史上,凡是民主党执政的,这个大盘表现都不是太好。 所以这种结果就48%的,目前这个结果如果成真的话,因为很快就会有结果,那么对这个股市,就是说是最有利的。 我们拭目以待,目前我们右边这个图,大家看一下,是标普500指数,平均每一个月表现。 这个实际上是从1950年以来,这个是过去20年以来,而且其中专门有一项,这个是过去10年以来。 其中这一个是其中选举年,那么今年正好我们刚刚说过了,是选举年,表现都是很好的。 10月份,11月份,12月份,这也就是我前面,实际上从上半年以来就开始说。 这个股市从历史上看,从统计学上看,那么10月份,11月份,12月份,表现都是非常好的。 而且往往在这个中期选举年表现得更好。 所以我们的结论就是说,大家可以,我们等会要给大家看刚才那几个出财报了。 如果所有暴雷的,都应该是非常非常好的这个进场机会。 所以我前几天,甚至上半礼拜就给大家说,你手上一定要有现金就是说。 这一次这个财报,这些龙头股肯定有很多暴雷的。 好了,我们很快的看一下,先看一下这个大盘的情况。 我们先看一下大盘的分视度。 今天收盘的时候,标普500,大家看一下,今天这个大盘实际上是低开高走,非常明显。 那么标普500指出上了1.63%,那么道琼斯上了1.07%,那么达斯达克中华指出上了2.25%。 我们再看一下行业任务图。 行业任务图基本上所有的板块都是上涨的,除了这个石油天然气是下跌了一点点,0.02%。 我们再看一下今天领涨的板块,今天是固态电池上了超过11%,将近12%。 那么大麻谷,大麻谷昨天也是领涨板块排在第一位了。 那么极光雷达医药概念,还有这个SPAC上市公司,充电桩,在线交易量子计算机概念。 所以基本上都是,大部分都是成长性的股票。 就是说目前这些成长性的股票,实际上今天涨幅都非常非常大。 我们再看一下涨跌分布,那么截止收盘的时候,下跌的股票一共是2120加。 那么上涨的股票一共是9696加,所以上涨的股票售远远多于下跌的股票售。 但是非常有趣的,大家看一下,这个上涨最多的,也就是负责多不是很大, 百分之一,百分之零到百分之三之间的实际上是6357加。 所以涨幅大部分都急准在这个范围。 好了,我们很快来看一下这个大盘的情况。 我们先看标股500,标股500指数今天收盘上了1.63%。 因为我每天都讲这个,所以我就不详细给大家说了。 这里头这一根线,就是牛根熊的分裂线,3.8455点。 那么今天实际上已经占上了,而且我以前讲过这个黄金风险已经给大家画好了。 今天也占上了黄金风险,61.8%的位置。 所以我明天,我更认为明天很有可能要回撤这个牛根熊的分裂线,3845点。 这个应该是非常大盘的事件。 但这个WD目前我昨天,实际上上星期一,那么星期天的时候都讲过。 目前实际上这个标股500已经满足了这个趋势理论,或者是道士理论中的一二三法则。 非常非常明显。 所以我们再看一下KTG,那么KTG还没有进于这个超买的区。 很快的就是说,已经非常接近于这个超买区了。 我们看MACD,MACD也是这个快线已经接近于这个零组。 上面这个柱子在零组之上动能是越来越强,就是说。 所以按照目前这个趋势就是说,KTG指标已经非常接近这个超买的。 就是说,因为目前正好是这个财宝,尤其是这个科技龙的都要出财宝。 应该是对这个大本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大。 我们等会要很快的看一下那个出财宝,实际上盘后都不是太好。 所以明天回调的机率应该是非常非常大。 我们在看道琼师,那么道琼师刘跟熊的分钱在这个地方已经非常远了,道琼师这波反弹非常的非常的强势。 大家可以看一下,我们刚才忘记了给大家看一下那个标谷那个均线,这个是年线,这个是半年线,这个是生命线,季线,这个是月线,这个白的是时间线,这个是五天线。 大家可以看一下,这个时间线,这个月线都已经拐头向上,而且形成了一个金叉。 这是个非常看涨的一个形态。 所以我说,前两天也说过,这一次应该有一波中期级别的反弹。 我们刚才前面也看过了,从历史上看,10月份,11月份,12月份,都是大盘表现,都是不错的。 所以我更认为中期反弹至少会测试这个所谓的这个季线,也就是生命线。 正好跟这个半年线在一个位置大是3933点,这个应该是最低的,或者测试这一根线。 这是我们说的标普500,那么道琼师我们回过头来看,道琼师为什么强? 他目前已经站上了这个季线,非常非常领先,已经站上了半年线。 所以说明天很有可能要回撤这个半年线或者这个季线。 这个位置实际上跟这个黄金风险50%的位置在一个位置,大是3481点。 明天应该回撤这个非常非常大概念事件。 我们刚才看,等会要看那几个龙头股市场盘后都不是太好。 而且他已经突破这个颈线,有一段距离了。 所以这个道琼师目前这个走势非常非常强势。 但实际上我们看一下KDG他也是已经进入了这个超买区。 这个位置实际上大家看一下,所以在这个位置随时都有可能回调。 就是说,所以应该是大家,你风高的时候就是说, 你如果说买这些低点道琼师一些指数相关的EDF, 或者是一些成分股。 那么在这个地方,这两天大家就要注意了。 如果你感觉这个半年线或者这个尤其这个季线, 生命线过不了,你应该是减仓或者是清仓的。 因为往往这个中级反弹来到这个位置,大家还有可能往上走。 因为现在10月份还没有完,按照以前的这个例子上统计, 10月份,10月份,12月份都是不错的。 所以按这个还有可能继续往上走。 但是他不会说每天都涨的,大家可以看一下道琼师已经连续涨了, 非常多次数了。 所以他中间可能有回调,然后接着再往上走。 所以总的来看,这个中级反弹目前对道琼师来说, 我前两天也讲过这个道士年的123法则已经在很早就已经满足了。 我们再看一下纳斯达克中和指数, 那么纳斯达克中和指数就比前面两个弱非常多。 但目前实际上正好,我们先把这个均线去掉就看得非常清楚。 但这个W底,第二条腿非常非常的低, 比第二条腿就是说,今天已经破了这个颈线, 所以比前面两个要弱一点。 而且他还没有过黄金凤线61.8%的位置, 大概是11269点左右,就是说。 我们再看一下均线,那么从均线来看就更明显, 到这个月线,五天线,十天线都已经拐头向上。 而且他离这个G线,半年线还有一段距离。 所以纳斯达克中和指数,按照中期反弹的标准, 它也会来到这个位置,但是不会一天两天到。 就是说,按照刚才我们刚才说了, 等会我们要看有几个龙头股盘后, 现在都在大跌。 那么很有可能这个纳斯达克明天要回撤这个颈线。 这个位置大概是11175点左右, 这个应该是比较大概的事件。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费城半导的指数, 今天上的2.26%。 这个走势就更弱了。 大家可以看一下,它基本上, 到目前已经正好也站上这个趋势线。 我前天,礼拜一讲的时候, 讲道士民的123法则的时候, 实际上前面的上个指数都已经满足了123法则, 也就是说已经过了下降趋势线。 目前这个半导体指数,费城半导体指数, 今天刚过这个趋势线, 但是它还没有在这个景前的位置, 大家看一下。 前面还有一个跳空缺口。 所以这个费半指数的反弹是比较慢的。 就是说, 它这个因为前面下跌的太猛, 就是因为政治方面呢, 你比如说美国那个芯片, 对中国现在那个芯片法案实际上是非常非常的严格, 对这个半导体冲击非常大。 本身而且这个半导体也有自身的一些, 它这个周期现在正好是库城也比较多。 所以有很多方面的方方面面, 决定这个半导体目前还是非常弱。 我们看一下均线就知道, 目前到这个月线已经走平了, 但是离这个G线, 这个G线跟这个跳空缺口的下沿在一个位置, 已经非常非常远了。 目前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, 它还离这个61.8%的位置, 黄金风险它是2496点, 还没有到。 所以这个费半指数是非常非常弱的。 就是说, 我们再看一下刚才说那几个盘后出财报了, 这个是Visa, Visa目前盘后是上涨的, 上涨2.38%, Visa是一个道中是成分股, 波音目前是下跌的, 因为波音是明天早上财报, 所以现在看这个还为时过早, 但是看这个趋势波音明天盘前, 估计也应该是下跌的, 有可能下跌的幅度可能更大。 我们看一下Google, Google目前为止下跌6.61%, 已经来到, 基本上来到这个位置左右。 所以明天盘前看, 因为现在只是盘后, 目前是每个东部时间5.52分, 所以现在说它跌还为时过早, 只有到明天盘前的时候, 比如说一个小时半个小时, 才知道它真正这个地方下跌的幅度有多大。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微远也是同样的情况, 微远今天盘后现在下跌4.21%, 大家看一下, 它基本上来到了240, 应该是这个位置吧, 它比那个好像Google要强一点。 所以这个微远跟Google目前两个都在这中错, 那德州仪器好像也在, 我看一下, 德州仪器也是中错了, 大家看一下, 目前是下跌5.8%, 德州仪器也是个成分股。 所以目前从这几大成分股来看, 绝大部分目前都是中错了, 所以明天早上如果这种情况还是继续的话, 那么证明这个大盘应该会受影响, 尤其科技股跟这个道雄师, 那么都应该可能压力比较大。 所以大家盘前的时候一定要关注这几只股票, 到底还是不是跌幅是苦耳大还是缩小。 我们最后再看一下这个美国实际器国债的收入率, 就像我以前说的, 它目前实际上已经开始回调了, 今天你看到这个大英镑, 那么美国实际器国债的收入率还是比较高, 今天4.11%。 它回调, 对这个缓解这个大盘的压力是很有帮助的。 我们再看一下原油, 那么原油目前来看, 它上升了一点点, 但是总的来看, 它还是在这个地方横盘, 在前期这个高点附近, 它这个趋势还是下降趋势的大局。 所以你做股票, 不管是做大盘, 还是做个股, 你首先要看趋势, 它这个趋势往下来的话, 那么你只能是做反弹。 如果它这个趋势往上, 像这个地方来, 那么你就可以买了以后, 回调的时候, 你就可以拿着, 可以hold着。 但是如果说到趋势往下, 就像现在所有的大盘都是往下的, 那么仅仅是个反弹, 这些比较重要的阻力位附近, 你都应该是减仓, 甚至要清仓的。 我们再看黄金, 那么黄金我前不久也讲过, 它实际上是做第二条腿, 目前还没有办法确定, 到这个第二条腿到底能不能做完, 就是说, 但总的来看, 它似乎在这个地方有一波反弹, 但总的这个趋势, 大家可以从均线看, 非常非常的弱这个黄金。 我们再看美元指数, 美元指数也开始回调了, 它跌破了这个月线, 10天线, 而且跌破了这个短期的上升趋势线。 目前来看, 它可能要回撤前期的这个高点, 大是110.27左右, 应该会回撤, 这个地方就是说, 美元指数回调的话, 对这个大盘的压力也比较有缓解。 就是说, 我们再看标股500, 这个标股500指数,波动指数, VIG指数, VIG指数就像我里面说的, 也开始回调了, 大家可以看一下。 它基本上已经跌破了这个30天的线, 连续第三天就是说, 目前我以前说过这个突破25, 这个地方是25的线, 往上就是会进行恐慌。 那么如果是突破30, 就所以非常的恐慌。 所以现在这个标普500表明, 目前市场实际上是取于这个恐慌, 也非常恐慌之间, 而且是有往下走的这个趋势。 就是说, 我们说一下今天的结论, 这个大盘目前不是完全按这个技术层面来走的, 实际上受这个财宝的影响非常大。 我们刚刚大家可以看一下左边, 这个德州仪器目前在重挫。 这个波音在小挫就是说, 那么Google也是重挫了, 那么微远也是重挫了。 那么明天盘前大家可以关注一下, 大家开盘前一个小时半个小时, 如果还是这种重挫的话, 实际上也是可以跟进的, 尤其像微远Google。 因为根据我们刚才前面看到的那个, 10月份,11月份,12月份, 这个大盘表现都是不错的, 尤其又碰上这个选举点。 所以就像我刚才说, 如果这个微远跟这个Google 还是目前这个重挫的状态, 明天开盘的时候, 风低应该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进场点。 好了, 我们今天就是这, 说到大家明天交易训练。 拜拜。 拜拜。